大家好,我是塔岛哥哥 截至本集中的时间节点 女王在位33年以来 还从未就首相执政一事 对公众发表过任何看法 但就在这一集中 女王按捺不住了 这种微妙的平衡 在今天被正式打破了 1985年 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 第八次会议即将在巴哈马举行 在这次会议中 焦点问题为 针对南非政府种族隔离政策 进行经济制裁 届时将有49个国家 参与此次大会 而在会议前夕 亦有48个英联邦国家 正式表态 要对南非政府进行经济制裁 只有一个国家态度坚决地表示 不予制裁 而这个国家正是英国 这个立场坚定的反对者 正是萨切尔夫人 而要想成功实施这些制裁手段 所有英联邦国家 必须达成一致 如是这般问题来了 本集的故事 也从这里正式开始 下面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 关于南非种族隔离政策一事 确切说来 白人政府的这项 种族隔离政策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它的雏形 其实早在1797年 荷兰统治时期便已开始 截至本集时间节点 一晃已经快200年过去了 而各项种族隔离政策法案的 正式颁布 发生在丹尼尔马兰于1948年至1954年 任职南非首相期间 这时期推出的各项法案 被称作大隔离法及小隔离法 尽一切手段将种族隔离进行到底 至于本集中的1985年 严重的政治暴力事件 是这段时期的显著特征 大量的武装斗争及冲突 整日都在上演 至于诸位熟知的伟大斗士曼德拉 此时还正跟监狱里蹲着 距离他处于晚狂澜于祭岛 扶大厦之江青 还有足足五年光景 另一个要简单说两句的 是关于对南非的所谓经济制裁 南非自1961年至1994年期间 实则已经退出了英联邦 但是各位要注意 你是不是英联邦成员和我们制不制裁你 没有任何关系 经济制裁最常见的方式 包括实施贸易禁运 中断经济合作 切断经济或技术援助等 当南非是英联邦成员之一时 他在英联邦内可以享有特惠贸易渠道 现在倒好 甭说特惠了 人家中成员国直接不跟你交易了 在有了上述两点框架内容作为背景版之后 接下来的故事 诸位就会更容易理解了 我们先来说萨切尔夫人 她为什么不选择对南非进行经济制裁 具体原因其实有很多 我们先说现在能说的 萨切尔夫人认为 这件事很荒谬 很搞笑 引用她的原话 我们为什么要允许我们的女王 和像乌干达 马拉维 尼日利亚 斯维士兰等等 这样的国家称兄道弟 至于女王 为什么支持对南非种族隔离政府进行经济制裁 实际上是因为她早年在南非宣过事 那会儿的南非还是英联邦成员 这也就是本集中 女王南非情节的由来 我们同样引用她的一句原话 我的一生 无论长短 都将致力于为你们服务 服务于我们所处的伟大的帝国家庭 意思就是说 甭管这其中信念的纯度有多少 好歹咱当初说过这话 咱得兑现 讽刺的是 当年还在牛津读大学的萨奇尔夫人 在广播中也收听到了女王的这番讲话 还情不自禁的被女王的一席话鼓舞了一番 这个时候 第一个小冲突来了 咱也不整什么帝国慈母那一套 透过现象看本质 女王支持 本质上是因为她觉得这么做 对她有好处 履行了承诺嘛 而萨奇尔夫人认为跟这些个国家混 没有任何前途 当这帮小弟的女王 对女王没有异性半点好处 注意 这里也恰恰是萨奇尔狡猾的一面 因为此时的她 把矛头的焦点全部指向了女王 根本没拿自己说事 很快 英联邦政府收纳会议如期举行 女王在大会中发表了重要讲话 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会场中的萨奇尔一听女王这口吻 便知大事不妙 会议结束之后 女王和萨奇尔夫人进行了单独谈话 两人一见面是谁也不磨叽 直接开门见山便把话挑明了 伊丽莎白希望萨奇尔夫人 可以在这份由英联邦国家 签署的联合声明中签字 希望英国和其他国家一道 对南非实施种族隔离的政权进行制裁 而萨奇尔夫人则认为 实施这种制裁对英国没有任何好处 因为两国之间每年的贸易额高达30亿英镑 这份制裁在她看来对南非屁用没有 而对英国则有百害而无一例 这简直是对自由贸易的犯罪 在这一回合中 女王和首相发生了正面的冲突 伴随而来又揭示了另一个角度的问题 在南非这一问题上 女王更多的是站在南非的立场看问题 或者说是南非有色人种的立场 而萨奇尔夫人则实打实地站在了英国的立场 很显然这里很难变出个孰是孰非 各自都有各自的道理 但是不得不说 萨奇尔夫人此时再一次显露出了她的狡猾 一来是针对不制裁的解释发生了变化 二来是她对南非不采取制裁的原因 仍旧有所保留 我们继续往下看 此番谈话结束之后 双方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 萨奇尔夫人表示 但凡有sanction这个字眼的声明 我一概不签 而女王则认定了 字你必须签 词我有的是 接下来一场文字大战开始了 一连又换了十来个词 还是不签 这一下子 慌了 而往往在这种时刻 高手该登场了 王室御用文人 皇家新闻秘书 麦克·谢一 Signals 签了 工作人员随后赶忙向女王报告了这一消息 并在一旁溜须拍马说道 这要是把铁娘子和女王您放到一个擂台上 三两下功夫 铁娘子就得被您融化了 女王还没来得及庆祝这场胜利 萨奇尔这边又出幺蛾子了 在随后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一位记者朋友向萨奇尔夫人发问 听说您刚签了字 这是不是代表着您做出了巨大的让步 萨奇尔夫人则说 我让步 我怎么不知道这事 你要搞清楚 到底是一个人对48个人的让步 还是48个人对一个人的让步 并且什么叫信号 一个细微的转变 信号很快就会指向另一个方向 在座各位听把目瞪口呆 第三回合较量之后 女王的愤怒指数几乎达到了峰值 之所以说是几乎 是因为接下来还有事要发生 话说这麦克谢益除了给王室打工之外 还时不时的搞点自己的文艺创作 希望自己的文学作品可以拥有更多的读者 心里有个大作家梦 前些日子本来刚写完一部作品 本希望凭此剧作可以一炮而哄 然而出版社的编辑表示 这书没前途 我给你支一招 你写一本政治惊悚小说 在其中抖落点白金汉宫和政府方面的内部消息 保你作品大卖 咱给他来一名利双收 麦克以忠诚为由 拒绝了对方的建议 待回到白金汉宫之后 工作人员向麦克报告 报纸上刚发表了一篇文章 内容是继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危机之后 白金汉宫和唐宁街的关系不断恶化 两个女人之间的关系彻底破裂 麦克一瞅这情况 于是找上了女王 向其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他表示 现在这个节骨眼上 陛下您最好发表一些缓和局势的言论 用以扑灭各类留言 比如 其实您对首相的工作很满意 然而女王则说 看到女王不接受自己的建议 麦克慌了 因为这件事的难点在于 现在只是一家报社发表了文章 但是继这篇文章之后 其他诸多报社也将陆续发表相关报道 珊瑚劲一大 指不定得闹成什么样 这件事如果不及时扼杀在强宝中的话 恐怕到时候局面难以收拾 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之后 麦克找上了其他大型媒体的负责人 私下里就整件事的来龙去脉交流了一波 希望各路媒体不要瞎造谣 不要到处煽风点火 最终搞得满城风雨 嘿 这可倒好 老了老了 反倒糊涂开了 人家不放开了血 报纸能搭卖吗 人家正愁没有细节参考呢 你这弹药紧接着就给补给到位了 如此一来 伴随着新一轮细节详实的新闻报道轰炸 白金汉宫和首相府双双沸腾了 稍有不慎 就是又一场宪政危机 在这一点上 萨切尔夫人和伊丽莎白女王二人的态度 实则有很大不同 结合先前女王的态度 我们不难看出 女王根本不在乎这些个报道 甚至看见这些报道还有一丝窃喜 而首相大人就不同了 她对女王说 君主和首相之间有着无法打破的沉默守则 这番报道下来 您这属于干政啊 我这有报社方面的可靠消息 报社编辑表示 这次的消息来源绝对靠谱 如果只是民众单方面的认定咱俩闹意见 那没问题 我认了 可现在的情况是 有证据显示 报道上关于您的那些个话 您确实说过 呵呵 您看怎么办吧 能怎么办 找人背锅呗 麦克谢一 你不是老糊涂吗 那得 你也甭干了 老老实实实回家 一门心思搞你的创作去吧 待麦克离任之后 还真就一门心思搞起了写作大业 她之后成为了政治惊悚畅销书的作者 其个人职业生涯非常成功 而萨切尔夫人在整个事件中 一路走来步步为营 可以说在和女王的较量中 一直占得上风 但是这个时候 也终于揭露出了一个深埋已久的秘密 这一并 让铁娘子在这一集中的形象 瞬间轰然坍塌 在谈话中 女王得知 原来萨切尔的丈夫和儿子 一直以来在做贸易生意 在哪呢 除此之外 本集中还有一条暗线 那就是安德鲁王子的大婚 但是有关他的婚礼报道 被女王和首相二人的相关话题 所抢去了头版头条 这让王子殿下十分不爽 并且在筹办婚礼的整个过程中 女王的参与度几乎为零 对家庭内部事宜毫不上心 这其实并不是用于表达 女王心怀大爱 顾大家而弃小家 这其实也是对女王的一种隐喻和讽刺 小家的问题处理不好 大家的问题 您也好不到哪去 最后 有关本集中出现的所有故事情节 编剧怎么写的 我就怎么讲 演员怎么演的 我就怎么说 你看到什么 那就是什么 第八集 晚 我看你了呢 我看你了 我看你了